食課之人 選SAMMY SAMMY選東西 正呀 好啦 吃什麼 今天喝 喝這個 雞汁 什麼雞汁 最近沒什麼 即是有種飲品叫雞汁 不是呀 已經去到這麼厲害 有種飲品叫雞汁 混熱水變成雞汁 喝雞汁 沒酒雞 即是這樣 不是不是 即是雞汁的朋友 喝雞汁 咳咳叫 又有雞汁喝 它是調味料來的 即是變成雞湯 想像到有些自動販賣機 按一罐雞汁喝 這樣也不錯 像雞汁的朋友 但因為它是新潮 雞汁都想一想 我當作是想給你們一條橋 打入年輕人的市場 就做一罐雞汁 像X-Game那樣 X-Game那樣 X-Game那樣 叫做真的有對翼 這個slogan叫做 真的有對翼 雞汁 會不會加上有氣好一點 有氣雞汁 有氣 清壞了一點 清新一點 所有人都會有氣 就像Refleshing 這樣 冰凍都已經覺得怪了 還有有氣 對不起 浪費了我的時間 為什麼要喝雞汁呢 因為看到它在調味料架上 說到雞汁好像很厲害 醃肉又可以 炒菜又可以 又可以去西鷹味 所以就特意想試一下 原來選擇不止只有一個 雖然價錢差得不遠 但不知道它們會不會有分別 所以就讓你試一下 我多想說 你調味只有幾樣東西 因為它原本是來自雞湯 來自雞蒸 牛肉湯、雞湯 這兩種湯 我們煮東西吃裡面 經常都會用 牛肉湯很多 雞湯都有 熬這兩種湯 拿了底部出來用 因為有這兩種湯的關係 才到 雞蒸 好像盆古菜 就有雞蒸在那裡 它才把雞蒸放進去 取代一個雞湯 因為熬湯 通常是熬豬肉湯 牛肉湯、雞湯 就是熬肉湯 那它才有那些 那現在方便了 雞蒸都不用一粒 是不是雞粉也是 都一樣做 雞湯 雞蒸雞粉 然後有些叫做濃湯的一些東西 遮膩 然後現在就有脂妝的一些汁 脂妝那些 其實那個裝潢令你覺得不同 又是那些東西 我們香港有時候少見這些裝潢 你有沒有看到那些牛油是噴霧的 有啊 我們香港人少用的 我經常見外國的人 用噴霧噴的鑊 是呀 那它是煮東西 是呀 這麼有趣 周身不聚財 那些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 拿那些 喝牛奶的那些 那些叫什麼 紙盒 長的那些 一公升的紙盒 它倒出來的那些是蛋白 有 有啊 有很多的 被人做蛋糕 做食物 不要浪費了蛋黃 就可以即時買一瓶蛋白去做 煮菜 你也可以倒一些蛋白 整桶蛋黃也有的 它好像一瓶瓶牛奶一樣 那又叫我試人 難道你又 都好啊 都好啊 謝謝你 我們都這樣做出來 包裝不同 一杯蛋白 挺好 一杯蛋白 一杯蛋白 我也很害怕 好腥 你會很健碩 噴的牛油可以 噴的牛油可以 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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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天氣又開始適合宵夜吃 噴的牛油 我沒用過的 我不知道是怎樣的 不過我也覺得挺有趣的 大家下次去超級市場 就找一下噴的牛油 好像很方便 噴在鑊上煎東西 噴的蜜糖也有 噴蜜糖是不是很普通 不好意思 BBQ很多年了 BBQ很多年了 蜜糖和蚊扒水很相似 我上次撈亂了 是蜜糖來的 我的肌肉 不過是防蚊 蜜糖防蚊 是野蚊 哈哈哈哈 是沒有什麼咬的 是沒有什麼咬的 沒有什麼 哈哈哈哈 我們特地把雞汁開了 變成湯 給你試 因為你只舔 好 A 這個 就是雞湯 看起來都黃黃的 雞湯有些雞油香很多 沒有雞油 開出來就沒有 它不會有油的 有很重要的 在湯裡面 那些油 有時候不要隔開它 知道嗎 譬如像北海道的拉麵 它面上一定有層油 比其它的拉麵 比其它的地方 就是雜房拉麵 都是有層油在面上 有用家 保護著湯不要這麼快冷 是的 沒錯 所以冷的地方 通常它有層油在那裡 就不會這麼快冷 在冷的地方 而日本北海道比較冷 窄房也會冷 所以它們的拉麵 有層油 這個就沒有了 沒有了 這些不會油 對 好來試一下 嘩 嘩 為什麼你喝得這麼小 但是我還沒喝的 哈哈哈哈 我裝飲 給大家看聲效 大家怎麼看得到國際呢 人拿槍當然要抱著它 你怎知道被人抱著 就是這樣嘛 是效果來嘛 嘩 為什麼很熱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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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有 有些雞肉的 鞋味 蛤 雞肉的鞋味 但是你在喝湯 是啊 那雞白肉呢 很鞋味 嗯 不太鹹 香 但是 雞 雞 雞味不濃烈 嗯 我要在鼻子裡噴了些味道 你嘗嘗這樣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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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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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像雞 像雞湯 但是淡一點 它會不會是開的份量呢? A是鹹一點 B是淡一點 但是雞的味道呢? 雞的味道呢? A是鹹一點 B是淡一點 像雞的味道呢? A是鹹一點 B是淡一點 我只看得到這樣 我忘記了雞的味道是怎樣的 雖然它是淡一點 淡一點可以加多一點 但是它那種淡呢 是有雞的那種清香的 因為雞湯不太鹹的 它就不太鹹 有種雞湯的香味 有油 你喜歡B多一點? B 今天便宜有好東西啦 Yeah 這兩個都是來自香港的 其實A那個跟B那個裡面的成份 沒有什麼大分別 都是水 鹽 糖 加一些雞的精華 雞油 其實兩個都有 只不過可能B那個雞油就比較多 但是它們最大的分別就是 鹽和糖的份量 A那個是鹹很多和甜很多 即是重手很多 所以變成可能你喝的時候 嘩 味道比較濃一點 但它不是雞香的味道 是甜和鹹的 對 就是甜和鹹的分別 反而我喜歡它淡淡的 那些雞湯也不是太鹹的 不是太鹹的 那你自己再加多一點 那我先記住 先記住便宜的那個 對 今天是便宜的 不過有時候是壞的 你做那些雞精 雞粉 雞成的那些 那你也希望它有味 我買一隻鹹回來 是不鹹的 是嗎 是 那些人是買那些什麼 那個山鹽 比華里山嗎 不是不是 喜馬拉雅山 喜馬拉雅山鹽 又貴又不鹹 是喜馬拉雅山鹽 是喜馬拉雅山鹽 喜馬拉雅山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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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馬拉雅山鹽又是不鹹 又是甜味 它說是甜的嘛 喜馬拉雅鹽 是嗎 你有沒有試過 我也試過 是不鹹的 鹹得來不苦 其他鹹得來會苦 其實會不會 反過來也沒有意思 會不會是 買鹽的當然要鹹的 拿鹽的當然要鹹的 拿鹽的當然有味 但是如果你喜歡一些 你吃濃味的 那你就選一個濃味的 價錢差多少 差幾元雞 五元雞 差五元雞 其實是多少錢 十多元一瓶 十七元一瓶 即是十七和二十二嗎 對 如果以主婦來計 就差七元很厲害 差五元很厲害 你多用四個月 就可以買多一支 嘩 只要你這樣說一說 不過如果A鹹一點 可能會用少一點 那就耕用一點 那也是 對 用少很多 但鹹度是不是四分之一 不是四分之一 但是是二分之一 即鹹多二分之一 是啊 先看看 糖就是 甜就是 A那個是9.3克 即是100克 即半支 然後 B那個是5.4克 所以甜就差得遠 鹹就差一千左右 鹹就差一半 有八分之一 因為價錢是四分之一 大約是貴四分之一 如果鹹的程度 或者糖的程度 都是多於四分之一 我們以計算計 為數 都會拿它的味道 當然會拿鹹一點 糖一點 但我們有另一個想法 但雞精的味道是怎樣 雞精 因為沒有指標 雞精 他就沒有 但我是指標 所以到你了 雞味差不多 哦 等我 雞味差不多 即是說 雞味差不多 你就放淡 便宜一點 放多一點 那它鹹鹹的時候 等回的時候 雞味都會濃一點 嗯 便宜到好一點 但是它相繼鹹糖 嘩很仔細 我這班師奶真的很仔細 如果香港有幾個師奶 早上喝茶 好像我們這麼仔細 說到這樣的話 嘩 師奶可以起革命 應該是 仔細到這樣 這個季四分之一 但鹹和糖方面 它就少一點 可以放少一點 但是不是 要放多一點雞味 重一點 那買便宜還是貴 這個很重要 說完之後 大家就跟感覺價格 是不可以 但是如果你很便宜 那隻更便宜 那鮭味呢 鹹味呢 鹹調味還好 等會多了 但是加多一點 鹹調味的份量 跟貴那隻相近 而當然現在加多了 雞味也比較濃 但是味道也對 對 便宜了些 你價錢一樣 那當然便宜了 沒有錯 好便宜 不夠猴,還想聽早霸王 快點上8001903.com 聽一份節目重玩 早霸王